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 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 你看见了什么 我说 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 灯台上有七盏灯 每盏有七个管子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灯盏的右边 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主啊 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指示 所罗巴伯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大山啊 你算什么呢 在所罗巴伯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 人且大声欢呼说 愿恩惠 恩惠 恩惠 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 又领导我说 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就知道万君之耶和华 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便查全地 见所罗巴伯手拿线坨就欢喜 我又问天使说 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 是什么意思 我二次问他说 这两根橄榄枝 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 是什么意思 他对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主啊 我不知道 他说 这是两个受高者 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那我就会过来说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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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